主席,各位同事不安 政府在2010年全面落實15年的免費教育 向加入免費教育學校系統的私立學校發放津貼 而入往的學校也必須免除學生繳交學費、補充服務費 以及和報名、就讀和證書有關的其他費用 也就是說相關學校的運作經費均是來自於政府 而教育企精聯局設有專門的小組作出監督 學校是必須按照有關津貼和補助的法規、指引 以及專款專用的原則妥善去運用教育經費 但是現時政府向入網學校發放的免費教育津貼 就欠缺明確的撥款準則和機制 是維持減少還是調升 是必須每年度等待行政長官的批示 在每年大約6月左右才能獲得 而學校通常3、4月就已經進行招生、招聘教師 以及制定教學安排等等 在未能知識新一學年遵作增減的前提之下 學校有一些涉及財務支出的項目 就只能夠望天打掛 未必能夠定定明確和較為長遠的教學和活動計劃 既可能影響學生的活動參與和項目的持續性 亦未必能夠被教師團隊相對完善的薪酬保障 例如今年的9月新學年 政府發放給學校的免費教育津貼 每班上條4,600至9,800不等 上條的幅度僅僅是0.5%至0.7%之間 有關的幅度是自2012年 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生效以來最新低 令到學校新學年的經費調配是大失預算 甚至乎是連法律規定教師可以按即級調身都未必滿足到 學校並非謀利的機構 而教師是肉人的專業 從來都是以社會目標為依歸 現時入網學校基本上是不能夠向學生收費 除了選擇服務之外 資源是全依賴於政府的撥款 遇到資源不足 卻不能夠透支一般機構或者商業機構這樣開源 一旦政府收縮資源 教學和活動計劃的持續開展就受到影響 實非常願之計 建議政府去就住免費教育津貼去訂定科學行常的調整機制 將有關的調整方式和指標去告諸社會 以及應該要更早去發佈教育津貼的安排 確保學校能夠及早去知識和因應資源 為學生制定合適的教學和活動計劃 並且遵守C框對於提升教學人員的專業素質 和職業保障的規定 目前政府投放資源以資助的形式去支持 學校和社會服務機構開展教育和服務 這種做法是大大補充了政府服務項目 以及覆蓋面的不足 要回應居民的需求 而專業和穩定人員隊伍是相關服務質素得以確保的重要根基 政府近年透過設立專業人員式前制度和調整資助方式 以穩定教師和社服等等的專業人員隊伍 提升整體的教育和社會服務質素 假如政府不提供或大減資源 考虎難為無緣之趨 將影響教育工作和社會服務的穩定開展 以及它的質素提升 也難有足夠的條件 是透過改善待遇、聘請和挽留人員 希望當國在調整資助的時候 能夠適當增撥資源 保障人員的薪酬福利、穩定人之隊伍 讓他們能夠更全心全意地為社會服務 謝謝